我国航空工业起步较晚 但如今中国航空工业可谓繁荣长生 我国自主研发出了战斗机 运输机 预警机 直升机等多种类型飞机 让中国寄身世界航空大国之列 但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一直都是中国的短板 航空发动机素有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之称 涉及工业中最高要求的基础材料 工业设计等各个方面 对工业发动机的研发 发展较晚的中国来说 想要短时间内研制出航空发动机比登天还难 但是只要中国下决心做的事情 没什么做不到 经过世纪年的研发 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终于获得了巨大成果 我国研发的先进航空发动机 涡扇15代表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最高水平 将准备到我国最新一代战机机20上 解决机20一直以来的心脏问题 让机20的性能接近F22 涡扇15与F22装备的F119发动机相比 其性能究竟怎么样呢 F22装备了两台F119发动机 推重比约为11比1 压缩比为35比1 引擎最大操作温度达1770度 其后染推力达35000磅 新技术植入后 这个数字将提升到38000至48000 经历了各种严苛的测试后 其寿命达到了1万小时以上 涡扇15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为180切牛 最大操作温度1470度 但相比F1191万小时以上的寿命 涡扇15只有4000到5000小时 不难看出在很多方面 涡扇15的性能已经接近F119 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 但我国还在不断改进技术 未来一定能实现技术上的赶超 而这毕竟会是一个监控奋斗的过程